昨天晚上,韩国TVN电视台的综艺节目《名单公开2016》公开了新韩流明星的诞生,轰动中国的大事明星们的名单。 名单中,韩国人气演员金秀贤当仁不让地排在了第一位。 自出演《来自星星的你》之后,金秀贤的人气就扶摇直升,出席各种中国活动时,中方都有专机接送,并配备多达600多人保安人员。 2014年,金秀贤出演中国某综艺节目的出赏费为5亿韩元。 截至目前,金秀贤在中国拍摄了大约35部广告,每篇广告的代言费在20亿韩元左右,是韩国广告收入的两倍。 排在第二位的是演员朴信慧,朴信慧的代表作《原来是美男》《继承者们》以及现在正在播出的SBS乐火剧《Doctors》在中国的人气都十分高。 排在第三位的是女团少女时代成员允儿,今年4月份,允儿凭借所出演的中国电视剧《武神赵子龙》的热播, 在中国专业视频新媒体数据监测Velikage公司发布的电视剧《演员Top20》排行榜上顺利登顶。 紧随其后的是演员李准基,第五位是歌手兼演员裴瑟琪,曹世浩,洪秀儿,黄之烈分别位列第六七八名。 阅情为由前认嘅和 Bild阅斗所出演员回首时间。 logist声 peròж de全国在学会,躬。